請教一下局長 現在俄乌的情勢 美中之間的對話 美國基本上一定想要 連中之二 至少要中共不要去進入 他是警告中國不能幫助Russia 某種程度上也要他配合 中共也可以選擇不配合 因為Russia的入侵 是一個非文明沒有正當性的 一個集權國家對一個新興民主國家的母親 所以基本上 拜習的通話 美方一定有表達他希望 或者要求說中共不能怎麼樣 最主要是說 那你有要求當然 你可能就要一點代價 相對的中方 中共也會說那我要求什麼 我呼籲什麼 跟委員報告 就我們的了解 他們沒有要求 不是 拜登政府非常清楚告訴 他們在提這時候 拜登政府非常清楚的告訴 他們的對台政策沒有改變 台灣關係法 六大保證 三個公報 這個是底線嗎 反對片面改變現狀 這個是底線嗎 對不對 至於中共新華社講的那一套 我試一下再跟委員報告 那基本上 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結構變化底下 那中共會不會反過來 採取以美制台 我想這個結構裡面 他們相互要求嘛 相互平衡嘛 美國已經告訴他很清楚了 因為如果 如果 如果他們雙方沒有相互妥協的話 你的納許平衡就破裂了 不會啦 不會 對啊 他一定是某種程度上 相互能夠妥協 最後才能夠維持這個平衡啊 否則就會發生 重點不再妥協 重點是你想要的時候 別人會擋你 你只有自家選擇 沒有最家選擇 為什麼70年代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退出聯合國 是 那美中之間 從沒有邦交 到建交 然後最後跟我們斷交 這樣的事情其實 但那個時候很清楚吧 是 他當然是聯中自書嘛 這記性記者的策略 所以基本上 現在 從現在的 他一本是聯中自書 他還定了台灣關係法 來確定 但是台灣關係法 是國內法啦 基本上 他是國內法 他就是不承認中華民國嘛 基本上跟我們斷交也是一個事實 至少他跟我們不斷交 我們也因此 退出聯合國 我們也因此跟美國斷交了 美國甚至更早 就已經退出台灣的協訪了 這個都是我們付出的代價 其實跟委員報告 我們看烏克蘭這一次 除了 美金沒有進去以外 在很多方面 對烏克蘭這場 抵抗俄羅斯的入侵 幫助其實極大 他沒有所謂的烏克蘭關係法 我們還有台灣關係法 他以法有據 可是極大 你不能因此就認為說 好像 那 中共對我們入侵的話 我們的抵擋 就會比烏克蘭好 或者美國對我們的 我們要抵擋是方方面的 我只是比較說 烏克蘭這種情況 這樣子的比喻 我認為是 不恰當的啦 不是 這樣比喻是不恰當的 那至少依法有據的嘛 因為兩個 兩個國家基本上是不同的 我們面對的處境環境 還有 所謂的敵人也是不同的 所以 但是 要 每方看待 每方看待 烏克蘭跟 美方看待 台海問題 我認為角度也會不一樣 有相同的也有不一樣 不能完全說毫無關係啦 有共同因素 也有不同因素啦 對啦 所以 才會說 烏克蘭這件事情 讓大家驚醒到說 靠自己啦 對不對 所以才會有 這個自助天助啦 對 國防部那個副部長 才會有昨天 部長在這邊講說 疫情延長的事情嘛 對不對 那現在美國的前官員 也直接common說 四個月軍事訓練 少得離譜啦 那請教一下副部長 他們這樣的common 你贊同嗎 報委員 我站在國防部立場 今天國防部在執行 各種作戰任務的時候 我們盡全力 四個月也好 不管是疫情多長 我們都要 能夠把他訓練成一個 合格的戰鬥兵 我想 當然 當初啊 那個 副部長你講這就要小心喔 是 當初你們採取四個月 軍事訓練 你們就說四個月 我們把你訓練成為一個 合格的戰鬥兵 你們當初就是這樣子宣誓的喔 說我四個月就可以把 一個 一男 把它訓練成合格的戰鬥兵 結果你們現在自己講說 四個月不能打仗啊 然後美方跟你講說 四個月少得離譜啊 那這不是證明了嗎 你們當初四個月的決定是錯的嗎 報委員 你打自己的臉啊 報委員 然後 別人來打你的臉 你還說是是是 所以到底你們當初這個 四個月的軍事訓練 你是要訓練什麼 報委員 我所謂一個合格的戰鬥兵 如果說今天一個不會拿槍的人 他今天訓練四個月 那我相信 在這四個月當中他會拿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有程度上的差異 四個月和一年 或者兩年 他當然有所不同 像委員是陸戰隊的 你那個時候兩年的兵役 和現在是完全不一樣 我不是陸戰隊 我是兩棲 兩棲 對我對不起 兩棲 所以那個訓練的模式是不同的 當然啊 所以他的程度也不同 也就是說 你今天訓練的程度 四個月我有四個月的能力 所以今天當外界問你 是 外界沒有那麼專業啦 外界問你說 你四個月訓練之後 能不能打仗 你四個月訓練之後 能不能拿槍上戰場 那你的回答說不行 那我覺得這樣的回答 非常的粗糙 然後 讓人家非常容易誤解 那你四個月是在幹嘛 四個月是戰鬥營嗎 當然不是 那你四個月訓練他什麼 你應該告訴大家 你四個月訓練什麼 然後你們之前一再強調說 四個月就是訓練 一個合格的戰鬥兵 怎麼會說四個月 拿槍也不會 沒辦法上戰場 怎麼最後解問邊這樣 那我們過去幾年 這個四個月的軍事訓練 都在幹嘛 都在玩嗎 等於說全部都白廢掉了 這一句話全部打翻掉了 報員我剛才強調一點 這是程度上的差異 四個月的軍事訓練役 跟一連兩連 它是程度上的差異 但是你拿到槍上戰場這件事情呢 跟你的戰術還有運用有關係 所以 所以這是為什麼你們現在在做教招嗎 當然 所以說 所以說程度上會有所不同 所以是程度上的不同 是 熟練度的不同 熟練上的不同 然後做在運用的方式不同 所以你講的一個合格戰鬥兵 你應該清楚的去界定 告訴大家什麼是一個合格的戰鬥兵 是 而不是用簡單的說 他能不能上場打仗 我跟你講啦 如果真的上場打仗 倒可能不見得是你 你接受多長的軍事訓練 是的 而是你敢不敢 是 戰鬥的意志 還有你的心理的因素 然後用槍的時機 還有誰來領導你知道嗎 這都是 要在整個的訓練當中要搭配的 所以 王鋪 這是一個專業問題 是 你們也不要太多的政治考量 不會 一定是專業 從專業的角度 去考量說 到底 我們面對 這一場 惡物戰爭底下的歧視 是的 我們要如何能夠自拔 如何靠自己這件事情 請你們專業的去考量 是的 一定從專業角量 好 謝謝維 先推進你這一台旺旺水繩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放在家裡面 其實也都不佔地方 而且你的三分鐘 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繩 一瓶的電解液呢 就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繩 中天有獨家的觀眾的好康 你可以上快點GO